大家好 美国明文禁止共产党员 不可以在美国拿绿卡或者入籍美国 今天我们简短来讲一下这个事情 同时利用这样的机会 我们来回答之前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讲集权集中的集 跟集权极端的集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解释一下区别在什么地方 其实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不允许共产党员 以及集权主义的政党成员 成为美国公民或者拿美国绿卡的 只是之前法律规定里面比较潦草 就是大概一个豆腐块这么大 一百多字 这次前天10月2号美国公民级移民服务局 就相当于是美国的具体办理移民的部门 在网站上发布了一个政策指南 就是把它原来这一块扩展成了 一个完整的章节 就是关于讲到底什么叫做 不允许共产党员以及集权主义政党的成员 入境接受成为美国移民 很多在报道这个事情的人 就是报道了一下网上写的声明 说我们添加了章节了 实际并没有点进去看整个章节里面的详细内容 我看了一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大概里面是哪些部分 如果说你是中共党员 当然它这里面并没有明确把中共放在这个里面 我们到后面会讲它怎么是界定共产党以及极权主义政党的 如果你是中共党员 然后你向美国申请绿卡 那么对方会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属于共产党组织的一部分 你填是 那么它就会第二个 它有个具体流程 如果你填是 如果否的话就无所谓了 就过去 如果你填是 它会进一步看 说你在比如中共党组织里面所担任的角色 是不是一个党员这个级别的 而不是比如说只是服务于党派 只是有关联 然后如果你确实是党员 再往下一步看 那就看你党员这个身份是不是meaningful 是不是有意义 有实际意义 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后面会讲到一些关于它赦免的条件 就是你即便是党员 你还是有可能赦免的 那条件比较苛刻一点 如果这几个都满足 你确实是有意义的一个中共党员 那对不起 那你就不可能拿绿卡 那么这个所影响的人群 第一个当然就是现在没有绿卡 要来申请绿卡的人 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 理想到那些已经有绿卡 但是没有入籍 绿卡的期限是十年 十年以后你必须要续 续的时候估计也会适用这一条 第三个除此以外 就是你现在比如有绿卡的 会不会说根据这一条去吊销你的绿卡 目前看来根据这个解释是不会的 如果你现在甚至你已经入籍了 你会不会根据这个去吊销你 目前看来应该是不会的 按照我对美国英美法系的了解 它是不会回溯的 但是如果说你当时在申请这个绿卡 或者申请入籍的时候 你明明是中共党员一天 你不是 这个一定是可以 这是随时都可以追溯的 但是目前美国还没有清查 但是未来按照现在目前发布细则的节奏看来 特别是如果川普能够成功连任的话 未来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如果你撒谎了 美国政府如果想查的话 如果川普政府能够连任的话 他一定可以查得出来 那么到时候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吊销的问题了 你很可能会面临坐牢监禁 因为你拿到了美国绿卡和公民的特权 这么长时间你欺骗了 你违反了誓言 你很有可能会在美国做一段牢以后 被驱逐回中国 这个都是以后的事情 到时候如果类似这样的法律发生了 我们再来说 那么前面我们讲有一些赦免条件 什么赦免条件呢 如果你是中共党员 但是比如说你是在16岁以前 16岁以前入的党或者入的团 这个可以不算 但是16岁以后 如果你还是保持这个身份的话 还是要算的 还有如果你入党 只是为了讨一口吃的 不入党我就得饿死 那个也不算 但是现在目前看来 中共的党员应该都不太符合这些条件 它另外有一个条件就是说 你如果退党还是可以的 但是很严格 如果你是你所在政党共产党 比如说中共 它在中国是有执政地位的 那么这个政党你在里面党员退了5年以后 你才可以享受豁免条件 退党5年以后 你才可以申领美国的绿卡 跟美国的国际 如果你这个政党在中国不是执政的 比如共产党下台了 只需要两年就可以了 好 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重点来介绍一下 整个执行细则所依据的法律 所有的细则都必须要依据相关的法律 这个细则所沿引的法律 最重要的一条是1950年那个时候 美国制定的叫国内安全法 这个法律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个麦卡锡 我在曾经以前的节目里面 曾经帮麦卡锡翻案 就是在194几年到195几年 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之后 因为苏俄的严重的渗透 非常严重的渗透 渗透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身边的 左膀右臂全都是苏共 这种情况下美国掀起了麦卡锡的反共反对苏共 或者其他共产主义渗透的这样一个潮流 麦卡锡就是这个潮流的开先河的人 另外这个潮流里面还有一位也是参议员 他叫麦卡伦 麦卡伦在1950年由他发起了这样一个国内安全法案 要知道我们说麦卡锡主义整个这个时期 其实并没有通过立法 并没有很多通过直接立法来禁止共产主义渗透的 都是通过参议院调查等等这样子 但是在这个时间唯一通过了一部非常重要的 有标杆作用的 而且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法律 就是麦卡伦提出的1950年的国内安全法 这个说白了就是规定了 如果你是共产党员 或者如果你是极权主义政党的成员的话 不管你在美国国内还是在美国国外 都有哪些事情是你能不能做的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如果你在美国国内的话 你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极权主义政党员 你就不能够申领美国的护照 这个当时是最厉害的 反共最高潮的时候到了这种程度 当然这一条后来在1960几年 左派占据绝对优势的沃伦大法庭时期被推翻了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推翻这一条 但是我也能够理解很多人觉得这条不应该推翻 这是后话 同时比如说其他还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在美国 如果你是共产主义政党的成员 或者说如果你是极权主义政党成员 在美国国内你不能从事与美国国防 以及美国的联邦政府层面的公务员的工作 这条在沃伦法庭也被推翻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agree to disagree 我个人觉得这条不应该推翻 另外这个法案里面还规定了 关于入籍的要求 什么样的人共产主义政党的党员 或者极权主义政党党员 是不能够规划美国拿美国绿卡的 那么这次美国移民的细则 反共的细则 主要就是依据1950年的国家安全法案制定的 里面包括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政党的定义 其实这个定义它并没有一条实际的讲 是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当时50年代讲苏联共产党 它没有 它其实第一条是美国共产党 就是把美国相关的政党列出来 然后后面加上一条 就是相关的类似的这样性质的政党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兴奋共产主义 或者你兴奋极权主义的政党 前面我们说了极权主义 什么叫极权主义 极端的极 我们到后面会解释的 不要着急 关于1950年的国内安全法案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当时他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这个法案以后 送交总统 当时总统是谁呢 杜鲁门 杜鲁门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反共的总统 其实也有说法 也有说杜鲁门一开始并不反共 只是后来被逼着反共了 因为中共在朝鲜 中共和苏联的很多动作 被逼着反共了 但反正杜鲁门至少在表面上 他是一个坚决反共的 他是冷战开先河的这样一个总统 杜鲁门直接把这个法案给否了 他觉得里面很多的内容是违反美国的民主宪政 言论自由等等等等 站在我们现在角度来看 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前面讲沃伦大法庭 我并不是说沃伦法庭的推翻这个法案的内容 全都是做的 但是至少我们要考虑到时代背景 当时那个时代背景 尤其是在越战时期 沃伦法庭这么做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遗毒的 但是杜鲁门总统 反共的杜鲁门总统直接把这个法案否了 然后这个法案又回到了参众两院继续投 因为美国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总统是有否决权的 但是总统否决 并不是说你否了以后 你这个法案就彻底作废了 而是说总统一旦否了以后 必须由参众两院继续投票 如果有绝对多数 压倒性多数 那可以否掉总统的否决 这个法案就是这么通过的 在参众两院都是以压倒性的 280几比40几 这个票数 7比1的票数 否掉了杜鲁门总统的否决 最后这个法案正式生效了 这个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美国宪政体制的互相制约的作用 的确是存在的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后来最高法院对于国内安全法的 一些纠篇一些修改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 美国三权分立这个体制的有效性 那么好了 现在美国的行政机关援引 1950年的麦卡锡主义 那个时候的国内安全法 来解释对于中共党员跟极权主义政党 不得入美国 不得移民美国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就已经体现了 蓬佩奥也好 川普也好 彭斯也好 所以一再重申的 我们要对于共产主义 中共重新回到冷战和铁幕的时期 当然了这个里面还是留了一个口子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一个口子 就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是美国公民 或者美国永久居民就有绿卡的话 你还是有可能获得赦免的 而且这里面是界定很清楚的 如果你的直系亲属 它是美国公民 这个直系亲属就包括了多了 兄弟姐妹父母配偶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这个直系亲属 它只是美国拿绿卡的 这是一个永久居民 那这个直系亲属就只能仅限于 父母子女夫妻 仅限于这个范围之内 什么兄弟姐妹那就不灵了 而且这个里面是给了美国的移民当局 是很大的一个自由材料权 你是可以 你是有可能能够享受这个的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 它怎么判别的 它内部还是有很大的材料权的 同时还是那句话 这个只是开了一个头 这只是开了一个头 但如果川普能够连任的话 很有可能会继续推进立法 在这个方面把很多1950年那个时候 国内安全法 毕竟70年以前的法律 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把这个漏洞给重新补上 甚至有可能在赦免条件上有一些更严苛的要求 所以如果你现在或者将来想要移民美国的同时 你又是中共党员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一出台 以及后面的苗头几乎已经把你这条路给堵死了 不说堵死了吧 就是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你忙活了半天 最后到关口上给你卡了 除非您就是壮士断腕 提前五年把中共会员给他停了 如果两年也可以 就是你把中共推翻了 你可能会说了 不移民美国就算了 那我就去加拿大 去澳大利亚 去英国 我个人觉得像美国这个政策如果颁不出来 然后如果甚至它通过了最高法院 法院系统的司法系统的判决 比如说有人去上告 说美国你这么做是违宪的 最后判下来不违宪 合乎规定 法律是有效的 那么基本上这就成了一个铁案 英美法系是判立法 那么这个时候在其他国家的法律系统里面 不管在政治立法体系里面 还是司法体系里面 我估计都会有相应的跟进 英美法系它是纵观整个法系的判立法 而不是仅仅只局限在一个国家的判立法 那么短期内可能不会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 就是出台一个类似这样的法案 但是我觉得陆续跟进就会成为一个潮流 所以您还是不要新存这样的侥幸 当然英美法系以外的欧洲国家 您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但是这个选择面就会小很多 类似这样的政策就是在贯彻川普也好 彭斯也好 所一再强调的说 美国要把中共跟中国人民进行切割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以前我们不是讲嘛 你就是我们讲四面楚歌 其实是三面楚歌嘛 你要留一个面给人家可以溃逃嘛 你美国跟中共这么切割 你不是把中共九千万中共党员 就相当于是围在里面了吗 让他们只好跟中共联合起来 去跟你死磕了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打比喻的一个 其实我这人一直不太喜欢打比喻 因为比喻很可能会失当 尤其在你前提条件等等东西 跟实际对应的不是很好的时候 很容易会失当 我们打另外一个比方 你就明白了 现在这个局面并不是在说把这些党员围在中共里面 不让他出来 让他跟中共一条心 而是把他围起来了 同时呢 我首先要围起来对不对 首先我们要围起来 同时给你留一条生路 这条生路就是推党 其实你从习近平前段时间发表讲话 说中共跟中国人民是不可分割的 还有对于蔡霞教授的处理 当时立刻就把退休待遇给他掐掉了 包括前两天还在整个的中共党政系统里面 我不太清楚是党校还是党政系统里面 对蔡霞进行一个全面的批判 就像文革时候那样 全面大家开大会批判蔡霞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在不断地强调一点 就是现在美国跟中国是在搞切割了 这个时候你要牢牢地跟着我呀 你不跟着我 就是跟蔡霞一样的下场 但是这个其实就跟中共在很多地方的悲哀 是一样的 它只有靠钱 只有靠你的掐断你的口粮 来威胁你跟我站在一起 当一个人只能靠吃一口吃的 来逼迫周围的人跟自己站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人本身就已经失去了 或者这个政党就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了 你说是吗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叫执政的合法性 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 我也能通过不是吃的其他方面的东西 让你跟我站在一起 让你跟我共患难 所以只是通过经济利益 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合法性 这个合法性是虚假的 只有在顺分顺水 有钱赚的时候别人才会跟你 这个再说白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共就是个他妈的黑帮 黑帮嘛 有钱大家赚嘛 没钱大家杀嘛 所以如果您是中共党员的 现在就是一个决断 或者说现在考验您眼光是不是长远的时候了 如果您觉得中共在中美这样切割 其实不止中美 中共会跟外部的西方社会完全切割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维持之前的势头 最后能够战胜资资本主义社会 那我觉得您也就不要去抱着移民西方的想法了 如果您觉得不是这样 那么您要么提前五年开始切割 让自己身家更清白一点 当然需要放弃一点赢头小利 要么您呢 我们大家一起把中共推翻了 这样您只需要两年就可以了 好 在之前我去ABC上提问那个节目里面 我提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中共很多人以为它是集权主义 就是集中的集那个集权主义 其实它是集权主义 极端的集 这个集权主义 那么很多人就讲了这两个集权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首先为了理清 我们不要再老实解释集中的集 集中的集 前面这个集权主义 集中的集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 authoritarian authority 是权威的意思 威权主义 这个集权主义它叫做 英文叫做totalitarian 就是极端的权力集中的主义 这两个的区别其实就在于 威权主义它也是集中式的管理 但是它是相对给你一些自由的空间的 它会相对给你一些自由的空间 经济上政治上 给你会有一些自由的空间 然后这个极端主义它是控制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出生到死亡各种方面 没有一个不在这个政府的管理之下 所以这个叫做集权主义 这个叫做威权主义 为什么我们讲最近这几年或者最近十几年 中共开始沦为一个集权 从一个威权主义沦为集权主义呢 其实在毛的时代 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人反对嘛 毛共或者苏共就是这个集权主义 一切都控制在国家的 包括经济啊国有企业什么的啊 都是控制在国家的手里 后来到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说白了 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放权嘛 把很多国家的权利放出去 放给私人放给企业 甚至放给外资 放权嘛 然后那个时候中共就开始转型 慢慢向一个威权主义政府转型 而威权主义政府进一步转型 就是民主社会 不管像台湾啊 还是像韩国啊 还是像很多这个由威权社会 智利啊等等 西班牙 最典型的 以前我们特别讲过 西班牙是怎么从一个 弗朗哥的威权主义的政治 转变成为民主政治的 这是个最成功的范例 所以西方其实给中国设想的这条路径 也是一样的 因为之前有很多成功的路径 就是你从集权主义变成威权主义 然后慢慢地通过融合 去转化成为一个民主社会 但是最近十年 尤其是在习近平上台以来 很明显这个方向是改变了 所谓国进民退 就是把很多本来民所拥有的自由 有限的自由 在威权社会下有限的自由 给慢慢地收回去 至于在网络上收紧言论 包括很多连蔡霞这样的人 都无法发声 这个很明显的属于威权向集权的倒退 所以现在中共政权是一个极权主义 极端的极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而且随着美国政府的相关的法律 和相关的异动 越来越多的人会同意我们的说法 中共它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 而极权主义政党 它是人类的癌症 有很多人说了 你美国不是标榜民主自由包容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包容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呢 其实说白了 极权主义它是民主自由最大的敌人 现在西方社会相当于是在最后的关口上 明白过来了 开始反向操作 这个时间还不晚 但是如果川普当选不了 连任不了 这个事就很难说了 我不是说这个就是世界末日了 但是这个事就很难说了 民主自由世界的未来 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而且这个未来不只是民主自由的未来 这是整个全人类的未来 因为事实上已经告诉我们了 在极权主义社会 极权主义政党掌控下的任何政府 最后都必然会酿成悲剧 是你无法想象的悲剧 前面我们想威权主义嘛 其实蒋介石这样的政权 到台湾以后一直奉行的 就是个威权主义政策 它确实通过戒严 封杀了你的很多自由 但是还是给你留有有限的自由 比如说你的县级还是可以选举的 其实所有的右派的所谓右派独裁 蒋介石、弗朗哥 还有皮诺切特是令哪个 很多的右派所谓独裁 他的独裁都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 他的目的 这是我个人的定义 威权主义跟极权主义的 本质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威权主义它永远不是以专制 以独裁作为一个最高纲领 就是它的目的不是为专制和独裁 我的目的或许是为了恢复民主自由 但是因为我这个社会严重的左倾 严重的被共产党严重的渗透 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排毒 排毒的时候就化疗嘛 化疗的时候必然大家忍受痛苦 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恢复还政于民 但是极权主义政党 像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是没有头的 它宪法里规定了中共是唯一一个 能够说话算数的党 不允许其他党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 这就意味着极权主义是没有自我更新 自我想威权转化的动力的 而极权主义就是一句话 我就是极权 我就是专政 怎么了 好今天就这样 祝您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断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次再见了